其實我們構想的香港文學館 也是一個很活躍的 就是活的一個中心 不是說只是放一些 舊的過去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要有文學館? 文學館又有什麼作用? 從2009年開始 一群本地作家及文化工作者 開始倡議 希望能夠在未來西九 撤回一間香港文學館 但四年以來都未得到官方正面回風 所以他們決定在明年春天的時候 希望透過民間力量的幫忙 而灣仔撫得留作為氣點 設立香港文學生活館 其實西九她沒有確定 一定不讓任何東西 她沒有這樣說過 她只不過是 原空了 卡住了也不知道她暗瓦 那張底牌是怎樣 也不知道 其實與其在等 我們既然 剛才庫德留 她又很好地給了一個 低廉的造金 我們就已經開始做不同的東西 放車 就算西九她賣給一個很大的空間 起碼我們在這裡做了一些 基本的東西 她真的可以是有個活動 有一個累積的經驗 到達真的有個大型的空間 我們起碼從小做起 更加會實在 其次就是 其實背後 幕後還有很多文學工作需要做 比如說 對於文學的整理 研究 比如說 會不會有些 香港文學史 文學大系 文學選擇 這些東西要做的呢 那這些其實 如果有一個正式的文學館 亦都可以跟 譬如說 有關的大學裏面 已經做開香港文學的單位 去合作 這樣就有一個 就是統一了 而且是一個集合大家的力量 和資源去做一個 香港文學的整理 和出版 和推廣 那樣的活動 除了整理香港文學歷史 董卓章都提到 文學館設立 是為了間接 給更多不同地方的人 認識香港文學 文學生物館 亦會舉辦多項課程 講座 希望令市民大眾 理解文學的重要性 文學館之後 例如我們 我們舉辦這樣的活動課程 其實是栽培將來 香港文學的 更加豐盛的土壤 令到更多的優秀 更加會出現 其實優秀的文學作品 跟香港的整體文化結合 亦都跟其他可能 藝術文化創作的可能性結合 所以核心那樣東西 就是說 我們有一班人聚集了 而這班人在這裏搞的事 亦都不會局限於在這裏 即是說 就算將來時 好像剛才小華提及的 一些文學的活動 或者文化的活動 它是可以為及到 其他沒有交到會費的 香港普羅市民 它都可以享受到 香港文學館的設立 而這個設立 正正是有一班核心的人 他真的很熱愛香港文學 而可以令到其他的人都受惠 庫德樓的文學生活館 又可不可以為 將來西九的文學館 踏出第一步呢?